揮舞藍白红国旗呼口号 这群法国人聚集在巴黎共和广场 抗议周日的欧洲议会大选结果 根据法国出口民调 法国总统马克宏的复兴党 可能拿到约15.4%的得票率 只有对手雷鹏领导的 极右派国民联盟党32%的一半 似乎已经注定输掉大选 执政党惨败让马克宏宣布解散国会 并将在6月30号提前举行大选 这个决定受到对手欢迎 外界认为这是马克宏的豪赌 因为如果极右派再度胜出 那么马克宏剩下三年的任期 就必须想办法与极右派共存 其实不只法国这次的欧洲议会选举 德国 意大利 比利时 西班牙 都是由右翼或极右翼政党拿下胜利 不过欧盟主席范德莱恩却认为 中立派依旧主导欧盟决策 目前欧洲议会中中间平右派人占最多席次 现在极右派增多恐怕会让欧盟立场分裂 在制裁俄罗斯还有美中贸易战等议题上 要取得共识恐怕更加困难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